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美国单次农场频道 我们现在是从去南方最南边走到了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然后再回北方的路上 现在所经过的是北卡州 我们开车已经在北卡州已经开了三四个小时了 发现它的这个路边全部都是这种松树林子 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松树 但是因为它生长在南方 在我们北方的叫富尔,叫山木 在南方应该就叫松木 因为南方它长的质地还是比较软一些 不像北方的树长的 因为它经过这个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那树长的比较硬,长得更壮实一些 有很多朋友投资里,像投资林场的朋友呢 可以考虑这个北卡州的这种松木林场啊 你看它长得很密集 挺好的,这一亩地,你看那里要有多少棵树啊 这一棵树的话,在我们北方那种硬木都是要卖三千美金一棵呢 这儿的价格我还是现在还没有具体了解过,回头可以去了解了解 但我就看它这个松木林场啊,长得非常好 其实作为这个想省心的人来说呢 投资,你可以投资这种林场啊 因为它基本上不用你去打理啊 不像种庄稼似的,你每年都要种,都要收 人工费用比较高一些 也比养动物更省心了 因为你要养牛羊,马呀 你每天都要去照顾它,吃喝,拉撒的 也是挺费心的 但是这种林场,你放在这儿这个林木 它不用吃不用喝 还这一片长得多好啊,它长得挺高的 但是虽然说南方的林木它长得就算不论是高啊还是矮啊 但你一看它就是比较弱啊 不太强壮 嗯,顺便聊一下呢,我对这个北卡州的印象 有人想一想,喜欢这个温暖气候的人呢 你未必要到福尔里达去 福尔里达当然了,它很多人去那儿是问着它的税啊 它是税比较低一些 嗯,但是 我这次我没有到福尔里达州 就到了乔治亚州的话 我就感觉到这个气候挺不适应的 嗯,可能南方长大的人还算比较适应吧 嗯,北方长大的人还真不适应 这才二月份啊,就热的 就是走路都要出汗了 就跟夏天一样,八十多度了嘛 你像我们在北方 东北这边,尤其是在有约上周 哎,这片树,你看 这片林子长得多密集啊 我这个手机可能拍,呃,拍出来不太清晰啊 其实真的是一颗一颗挨着的 而且还特别高 嗯,就说它这个北方长大的人到南方去真不是一样 才二月份就就跟我们那边夏天一样 我们那边这个就是最热的时候也就是八十多度 嗯,到晚上十点钟之后温度就降下来了 像我们家就没有装空调啊 偶尔热的时候就开开电扇就行了啊 因为不需要空调 嗯,但是在南方呢 可能你一年要有十个月都要开空调 嗯,或者是很多人都是全年都要开着空调的 所以说这个 嗯,我就不适应那种冷风空调啊 像前两天在乔治亚州的时候 这个晚上你要不开空调 屋里就还是挺闷热闷热的 而且这个除了热之外呢 这个风也挺明显的啊 嗯,如果你到了佛里达州那边 你会感觉到风更大了 在乔治亚州都有些挺明显 嗯,像我们在东北方吧 到了春天一直到秋天呢 都可以带着帐篷去这个州立公园里边 或者是房车营地里边去露营的 因为没有风 就一个很单薄的这种帐篷就能住得很舒服 也不需要空调啊 温度到晚上你盖个薄被子正适宜 嗯,也没有风 你的帐篷也不会被刮走的 嗯,但是在南方我看帐篷露营就不行啊 因为这个这个风的话 晚上你那个帐篷 嗯,肯定会被刮走的 除非你用很结实的那种 嗯,结实的这个房车啊 房车你还是不能用那种特别小型的塑料做的那种房车 得用铁板做的 记得我曾经看过一条新闻说 嗯,别说佛里达州的风那是挺 飓风是挺怕人的了 挺吓人的 嗯,还有乔治亚州的风也挺大的 嗯,这个北卡州还好吧 北卡州起码我从这经过这几天 没有发现它有什么多大的风 但是维基尼亚州那边 尤其是挨着海边那边 嗯,就是前两年我看到有人 就用帐篷去露营的时候 正好赶上那个飓风 嗯,一家四口人全都死了 嗯,所以这个南方的这个风 你别说还真是挺可怕的 你看每年佛里达州 很多地方它都要 飓风来之前它们都要撤离的 嗯,所以说 我觉得在南方住呢 要想比较舒适一些 一定要在就是北卡田纳西州啊 二者,到了,你要去,在维基尼亚州以北吧 就跟,我觉得跟我们东北部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当然它的,就说冬天的温度比较低一些 春秋天,春天来的比较早一些 但是它的夏天也是非常炎热的 嗯,包括华盛顿 这个首都华盛顿地区 那夏天都是很酷热酷热的 包括这个纽约市啊,费城纽约 这个纽约市的夏天也挺热的 你也要空调的 只能到,要想夏天不用空调啊 过一个清爽的夏天的话 必须要到我们那边的以北 也就是,它这片树林长得也很好 这个,必须要到纽约市以北 嗯,两三个小时 再往以北,一直到每家边境的地方 才能达到我所要求的那种夏天比较舒适的标准 也就是说,我的生活,我的这个 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 夏天不要空调 夏天你睡觉,吹着冷风空调 睡醒了之后,感觉到浑身那么紧巴巴的啊 所以说冬天冷点吧,对我来说 虽然我那边冬天会冷一些 但是这边,你从维基尼亚州 包括北卡州,它冬天的时候也是下雪 也是要洁平的 你虽然这个冬天你说温度低个三五度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反正都是要开那个暖气的嘛 啊,我觉得冬天冷点 对我来说无所谓 我出去的时候我可以多穿点 或者在户外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但是这个夏天 尤其是这个喜欢度假的人 夏天如果外边很炎热 都不能出门 像德州那边啊 这个就是 德州那边又干又热 那夏天人们就不敢出门啊 别说德州了 就这个北卡州 我们来过一次夏天的时候 7月份放暑假来过一次 那时候那时候达到了一百零几度 反正一百度以上 比较适合的温度 很舒服的温度 其实就是户外就是70多度啊 挺舒服的 60多度也可以 到了80度 就前两天在乔治亚州 就感觉到热了 我们那边就是上周 像我家住的那个地方 在古百镇那边 到了夏天大部分时间 都是70多度 80多度的时候 人们就会觉得挺特殊的 也这种80多度的时候 也不会太长 再谈一谈 刚才说的是北卡州的森林 和气候啊 我们再简单聊一聊 我对北卡州另外一个好的印象 就是它的税啊 它的地税 各方面是真的不高 我在 就说住这个旅馆吧 这次也没有 也没有搭帐篷啊 住的都是旅馆 像Holiday Inn啊 Quality Inn啊 Country Inn啊 这些 比较好的这种连锁旅馆呢 它的价格能比其他的州便宜 120% 像昨天我们住的这个 Holiday Inn 可以说是我这一路上 住了好几次的Holiday Inn 是最好的了 在北卡州 它的设施好 空调 也没有什么噪音 嗯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它的税很低 像昨天我们住的价格便宜 嗯 昨天住的这个房间是92块 我们要的一般都是大房间啊 呃 带两个queen bed的 算是里边比较贵的房间了吧 才92块 呃 税呢 我看了看税一共才呃 花了八八块多钱不到九 不到九块钱啊 这个一个是周税一个是Town里的税吧 呃 嗯 那么下来的话一共是连税 带这个 黄间的价格一共是101块 这个税呃 在全美国来说已经算是比较低的了 所以你到这个 到北卡州来 你这个 这个消费水平还是挺低的啊 环境挺好 我们住的这个小镇子挺清净的 呃 但是其他的同样的holiday in 我在亚特兰大那边住的 他这个税就好高啊 呃 大概是 还有一个地方是收了三种税啊 一般都是旅馆都是两种税 他收了三种税 一共收18块 就比这个北卡州的税 住的旅馆税要高 高了一倍 你看 是吧 9块钱和18块钱差了一倍 还有价格上也差挺多的 那个holiday in 他们的价格 呃 一般就是 包括维基尼亚州 啊 Pennsylvania 賓州啊 呃 乔治亚州啊 他们的价格 基本上都是在 115到125之间 这样的话就跟这个北卡州 这个holiday in 这个旅馆的价格 差了20% 到30%呢 所以北卡州 它的气候比较温和 而且 这个消费 相对来说比较低啊 税也比较低 呃 它是北卡州还是美国人 南移的一个 呃 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吧 他们心目中比较理想的地方 嗯 佛里达州好多人移过去了 包括加拿大人移过去了之后 有的能够适应那 有的就是不适应它 整天刮风 像我小姑子一过去了 不到一年就搬回来了 她说 哎呀我都担心我哪天晚上睡着觉 连我带房子都给刮不好了 哈哈 而且炎热它是 几乎是天天下雨 佛里达州好的季节 其实就是12月份和1月份 到了现在就开始刮风啊 呃下雨啊 它夏天 几乎是天天都要下雨 所以你要是搞工程 呃干一些工作啊 就会受到影响了 像我小姑子的丈夫 她是搞这个就是 小builder建房子的 她说这每天你看一会下雨了 就没法户外工作 我都没法干了 好的我们前面快到这个 过了马上就出了北卡州 今天我们的目标是去维基尼亚州的 Gymstown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